今天又有新車試 為何這輛這麼多新車試呢 不是迷糊的 但其實很開心 今天要說這輛是Toyota RAV4 這輛是2021年的版本 為何會有這輛車呢 其實就是我自己的車拿來做 這輛就是租回來 頂著一個星期幾天 回回正題 這輛車呢 其實我以前有看過 我買自己的Tucson之前 有看過RAV4 RAV4其實 我想很多人都不會陌生 Toyota其中最能賣的車的其中一款 RAV4基本上都是 如果沒有聽過RAV4的呢 就真的非常奇怪的 可以說 這輛車首先就是 講一下外形 其實這一款的RAV4 即這一代 我也不知道叫做第幾代 我想起碼第四或第五 這一款呢 這一款RAV4 這一款呢 就比起來 上一代比起來 上一代比較圓很多 這一代呢 就方很多 那看到很多那些 方角的線條 那車頭也是方形 那 然後 也有很多 所謂叫硬朗的線條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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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它整架看上去 可以說是越野感 那些 那 因為 雖然它不是真的叫做 很越得野的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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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人開這些車呢 並不是真的拿越野的 那 基本上是當普通家庭車 買菜啊 接下小朋友啊 上班 下班 那 那 你說要拿它去越野 行不行的呢 那 很好低限度那種 也就是說 走一些石頭路啊 少許泥路啊 那些 應該都 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 線條 非常的 猛朗 又是不覺得有什麼模型的線 或者我們可以圍圈看看 車尾都是這樣 很方、很靜、很直線 其實我個人都幾喜歡這一款的樣子 所以當年購買新車的時候也有試過玩一波 這一架 這一架租回來的 它是GAS模特兒來的 你看到有兩條四喉 這架是LE 這架是LE 和有All-Wheel Drive 在RAV4的 Model Line-up來說 LE就是低那邊 它配備其實也叫低級配置 但是雖然說低級配置 但是又不是很齋的 例如你說外形 它都有上面那條行李架 如果你要裝東西在上面 你搭兩條 那些Cross Bar 可以裝個Box 甚至乎是車頂的Tent 那些都OK 或者夾單車 Ski 那類 另外看得出的 就是它的車子 用鐵Lingga的蓋子那種 都是小小的輪胎 還有它車頭燈 車頭燈應該都是LED的 但是它是普通的 那種 它就不是有那些 蛇燈那一種 你看不看到它有沒有 LED很小顆 現在的科技 弄到小小顆的LED 加了Reflector 這個位置 我想可能高配置那些會有 沒有燈 那這個就沒有的 然後車頭也都沒有其他 那些Chrome 那些裝飾 那如果高配那些 應該下底 你一折膠那裡 可能會多條Chrome 它也都沒有什麼鏡頭 沒有那些360 前面沒有鏡頭 旁邊都是沒有鏡頭的 但是它也都有那個指揮燈 加了在裡面 是不是呢 先試一試 by the way 它的車是這樣的 很久都沒有看到 有些要 真的插一條鞋子 進去撻車那種 近來開車都不是這樣的 OK 先試一試 喔是呀 有燈的 那看看這個內籠 有很多手 就是這些門就好 正正常上 那裡面的內籠呢 其實RAV4的內籠 我覺得是Not Bad 為什麼說Not Bad呢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幾簡單 還有很多按鈕 還有很多按鈕 正常你要用的呢 它都是用按鈕去幫你 幫你搞定 還有一些很久沒有見過的波棍 近來開車都是沒有波棍的 然後它的機器 小小的 都是回到那一句 低配置 所以 桌盆也是一塊膠 沒有包皮的 波棍也是 連那些什麼金屬霜 靚仔的那些都沒有 這塊東西 這塊是軟軟的 手針這塊 都是一些普通的膠 椅子也是很普通的那些 布椅子 這個版本 有暖椅子 但沒有冷氣椅子 還有土耳塔的內籠 或者說RAV4的內籠 剛才說很多按鈕之餘 也都很實用的 譬如我們看城下位這邊 這裡有一個桌子 你可以放一些東西 放一些紙巾 手機 那類的 還有Clubbox 這個大小 放一盒紙巾 加一些 補充單的 就是這麼多的 然後Foodwear那裡 就什麼都沒有 這邊剛才說的 手針箱 裡面的家也挺大 都可以放到 放到不少東西 Cup Holder 兩個 這裡有個洞 有排制 前面有 插電位 可以插USB 聽歌 但不知道它有沒有CarPlay 或者可以試試 有 暖椅的控制 然後那些 冷氣鍵 風口 那些 這些不用學的了 應該會開車的人 都懂得按的 就不像有某些車 要一段時間去學習 這些都是 都很正常去扭制 摸上手 不是特別高級的 甚至乎可以說 有少許便宜的 但是以一架 這個定位的車來說 算是這樣的 這個門邊 要都是軟軟的 枕在手上 都可以舒服一點點 好 我們來看看 後座 後座的門板 都是跟前面的 差不多 都有點軟軟的 這些都是 普通的硬膠 這裡有少少 有少少紋的 好像讓你 可以讓你 固定得緊一點 喂? 垃圾了 有沒有搞錯 然後 後座就是這樣 後座 它可以 板低 可以板低 板低得來 都 都不是說 真的 完全 跟地台 跟後面的地台平坦 但都OK reasonable 如果打通了之後 其實都很多位 這輛車 其實真的 都可以說 很實用 亦都可以用來操容 因為 因為 它來龍 那些 沒什麼特別的 靚料 你不會想著 要鏡石它 但是這個 我發現 可以板低一點點 就是座 座墊有兩個位 一是板低一點點 一是直一點 坐起來 就舒服一點 看 看 有一個 很繩 一拔下來 就收針了 又有兩個 吸收器 那中排位呢 中排位 它 都不是 隔了上來很多 所以 中間坐人 都不會太過 辛苦 這款 後面 就沒有 沒有封口 但是有個 12W 這裡的空間 看來都 沒有 沒有 坐上去 試試 後面 它有 背景 其實現在 差不多所有新車都 有背景 好像 是說 政府規定了 按完之後 它是人手拔出來的 它這款 是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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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輛機 的 不知道 剛才沒有 然後 看回 尾箱 尾箱都很大 又拿回 一把 遮瑕去量 一把 普通 上的遮瑕 可以 放得進去 正常深度 而 這一塊 這塊板 都可以拔起 拆起後有自備輪胎 可以多一些維修用品 這裡有多條坑 坑是做什麼呢? 這塊板可以放低一點 插低一點 如果放高一點 地台可以低一點 看看CK位那邊 都是正常的 一堆窗的控制器 調鏡 開鎖 這裡可以放到瓶 其實放些瓶有點硬 硬硬 硬硬硬 硬硬硬 這裡也有少許位置 可以放點鹽 可以放些卡 放些銀子 什麼樣子 OK 那我們繼續說說內籠 坐進來之後 其實視野都可以的 因為窗戶都開得很闊 看位那方面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這些車高身 看位非常之好 椅子也可以調高低 有些人喜歡坐低一點 就坐低一點 坐高一點就坐高一點 我自己駕駛這一種 這個車也算是 我猜是偏向坐高的 因為如果駕駛這車坐低 感覺很奇怪 OK 我們來試試試 趴他車 來吧 他的機車也是很傳統的 很傳統那種 有轉數表 有溫度計 因為中間有個小小的 電子顯示 這邊有速度計 其實這個中間的東西 都很多東西教的 在這裡可以 教一下 看看其他的東西 可以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有些安全設備 雖然這個低摩度 但都算是多安全設備的 或者說可能是一些 大部分現在你買新車都會 預期到有的安全設備 那些連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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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前面太近 他會幫你駕駛那類 我想應該都有的 應該是這個吧 然後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OK 他的外鏡也有一個Logo 這個 不像什麼 這些造車 免得研究那麼多 我不知道他會有什麼 對於平日的訊息 OK 這個 做到之後就是這樣 這部機也都 Touch screen by the way 這個 AMFM Bluetooth USB 我猜 他未必會有 CarPlay 當然 可以Bluetooth 電話 地圖他就沒有了 因為這個 他沒有裝到 沒有裝到 GPS 好 OK 我現在就坐在後面 後面的空間 OK 都不錯 我又坐在我平日 自己駕駛的位置後面 其實都可以坐得舒服的 可以 這個就是我坐在後面 看出來的 看出來的 OK 他窗很大 挺舒服的 還有 因為我 把前面的椅子 叫做 升到中間的位置 不是最高 又不是最低 那 雙腳放進去 沒問題 但這裏 都 OK 多位的 坐兩個人 絕對沒問題 三個可能 有少許迫 但都OK 但是 我之前都覺得 有一個問題 大腿 來到這裏 放一腳在這裏 好像沒有什麼支持 不知道是我個人 坐姿的問題 還是什麼 就這樣坐在這裏 我想舒服一點 可能我的腳 比較容易 但是它沒有什麼支持 就覺得好像 有點奇怪 可能只是我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機會 有興趣 對這輛車有興趣 就自己試試它 試試它有沒有 有不懂得CarPlay 我猜它有沒有 喂 Android Auto 真的 原來是有的 有Android Auto 如果有Android Auto 通常我猜 應該都會有Apple CarPlay 好 暫時我們就先走 這個 Normal Mode 先走 加速感其實都OK的 這輛純電油版 它用的是2.5 應該是用2.5L 直四引擎 馬力我都不知道 百多匹 我想大概到大約一百八十多左右 估計一般市場甚至上海路應該都不太好 車輪聲肯定不會太好 至於粗糙又不是太粗糙 又不是太吵 但是暫時我覺得 碧莉是差一點 不知道是維修 因為這是租車 不知道它維修是維修成怎樣 或者說用了這些駕駛皮會不會是 好一點的質素 還是差一點的質素 這些我們沒辦法研究 好一點的質素 但感覺就不太好 加速就不太好 燈位一起步一扔下去 其實都可以的 有速度 這個也是普通模式 Sport模式 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除了這個模式之外 它居然是可以加減波 didn't bother 看得到 Ship 維修剛透過這部位的看法 琳瑞塗上它亂去 不可不可 操控器都可以的 反應不適合 如果有緊急事要扭過的話 應該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當然如果你說要用它來劈彎 這樣行不行 別玩了 這些車通常都是用來 讓你舒舒服服地去買菜 回家工作,接小朋友 這方面的話,這車是肯定稱職的 我們可以試試Sport 有沒有不同? 我真的乘不到 雖然它不是什麼跑車軌 但你按下去的聲音 又不是說是擾人的 OK 現在走六十多 車廂算剩的 我想它這麼厚的輪胎也有功勞 厚一點的輪胎可以過濾到更多椅子 對嗎? 司機位的椅子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舒服 雖然我的人不是高 甚至乎可以說矮 但我覺得椅子的座尖 都不夠長 大腿去到膝頭後面的部分 承托力只是一般般 可以的 其實不知是否用了Sport Mode 感覺好像快一點 或者是自己的心理作用都不夠 經過的洞 它過濾避震的能力都不錯 嘗嘗一下斜路 好 好像 都不錯的 有些扭力 有些扭力 是 我們Royal Oak 這條大斜路 老實說 是要催曲一下的 但公園之後 它真的上到的 OK 其實平時駕駛起步的感覺好像有 少少鈍 它又不是完全不去的 但好像有些 不是很爽快的 我想不是因為它不夠力 而它可能 引擎和波箱的調校 比較偏向日常實用性 即是要舒適 還有要省油 始終這個車的定位是一架 叫做 容易迎合大眾的 普通 小型SUV 它又不是特別運動型 它又不是off-road 雖然我的樣子很off-road 但其實它應該是稍微的 所以這輛車 你想回它的定位 的話 OK 如果說日常的舒適性 其實都不錯 因為它的避震 雖然說軟一點 但換來的 就是舒適 然後坐在這裏 駕去盆軚 我左手可以放到門 那個手枕位 有點padding 右手的手肘 又可以放到中間的手枕位 駕起來也算舒服的 視野又多好 這樣 我想這輛車會適合一些家庭 有一兩個小孩 尾箱是挺大的 後座的位置也算不錯 所以放大桌子 放在卡套, 操操櫓 放在櫃子上 放在其他小孩的玩具 用品都應該順悠闊的 這輛車內的控制是舊式那種 什麼都有按鈕和按鈕 調校風和溫度都很簡單 不用學習的 亦不用看 對手過去就能碰到 如果習慣的位置就不用看 對眼睛看著這條路 可以隨時教到你要教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拖球 反正要加減球 玩一下 其實都可以的 多塊東西給你玩一下 雖然是有點費用的 其實我覺得自動波 就不應該自己坐來坐去 自動波應該就交給電腦控制 你想它快一點 你想它倒下的 就買多點油 就買多點油 但無論如何 多樣東西玩就沒那麼滿 有時有時候 波箱好像不太知道我想做什麼 这样 这边是开车了 车厢好像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做一些总结 这车其实我也是在下午 点几钟到拿回来 现在才三点几 冲冲忙 有什么冲冲忙忙 快快速地拍一条片 试试试 其实RAV4是OK的 整体来说 我觉得很 就正如TOTA的方针一样 就是 尽量取患所有的人 在RAV4身上 你特别容易看到这一点 它没有一样东西特别突出 没有一样东西特别突出 它是否最舒服 它不是 是否最快最劲 不是 是否最豪华 不是 四驱是否最好 也不是 它是否最好 绝对不是 是否最好 看看什么叫好 如果大部分人需要用车的观点去看 它是很好的 因为它可以满足到大部分的要求 你可以车到人 可以安装到东西 可以安全 可以安全 又 可以安全 平稳地 将你和你的乘客 和你安装的东西 带到你的目的地 对很多人来说 这一部车就是这样 对它来说 这部车就是这样 这部车就算好 如果说到价钱 刚刚看过 刚刚看过 Toyota的网络 我们手上这部车是2021年 我看回2024年 买到版本 那部车就是和这部车同样 LE 车就是和这部车同样 车就是在卖39,000 RM 即是从39,000元 就可以买到 和这部车同样的等级 甚至乎是一样的 就是 新版本 当然是新版本 头的尾灯 里面可能有些东西 有新版本 我没有认真去研究 但 Anyway 大约就是39,000 那如果我 我真的要买一部RAV4 的话 我就不会选纯汽油版的 我就会选纯汽油版的 我就会选纯汽油版的 就会选纯汽油版的 那Hybrid 那Hybrid LE 就是 其实不是贵很多 贵3,000 42,000 那42,000 那42,000 是不是贵呢 其实又不是的 有Toyota 就是出了名的Toyota Quality 一架车 你可以駕超过10年 而 不会有任何大件事坏的 那 这个也是非常之低的 哈哈 好过你买某些车 嗯 三五年之后 可能有很多东西要弄 那么 嗯 有个Toyota 那 Anyway 那 如果说 最 最总括来说 嗯 嗯 这架车 是 滿意的 我会不会买呢 我不会 咯 因为我选的 我选的 我选了SUV的时候 我都没有选到RAV4 那 那 如果大家 不记得我选了什么车 或者不知道我选了什么车 可以 看我另外一条影片 我有说过 OK 那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很开心 有些不同的车可以开一下 看看 下次又会有些什么 会不会有些 刺激一点的车可以玩一下 OK Bye